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近日 因为周深有新舞台和新歌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粉丝有些顾不过来 可能很多人不清楚全部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好消息是 周深即将第二次登上央视中秋晚会的舞台 在刚刚结束的直播活动中 周深一个人就占据了快半个小时的时长 并且在活动结束后 CCTV4连发四条带有周深的微博 并且创建了四个话题 可谓是诚意满满 不过细想起来 粉丝的求生欲也是很强的 每次想夸赞周深某一首歌好听的时候 都不忘再说一句 我没有说其他歌不好听的意思 只能说粉随正主 一样的严谨可爱 周深在线左手指月神级高音名场面 周深在线左手指月神级高音名场面 小编在总台中秋晚会录制现场 小可爱周深 去年总台中秋晚会上 周深和萨鼎鼎 一曲左手指月火爆全网 让观众意犹未尽 至此在彩排现场 他又在线神级高音 一起戳视频看现场 总台中秋晚会录制现场 大揭秘 央视中秋晚会 当初的路透超级震撼 不少路人纷纷停下来 举起手机录像 虽然明知道录不到人 但也要录到声音 真的很好听 话说 当初节目组应该也没有想到 要保密吧 因为这声音实在掩盖不了 周深说不要去浪费每一个舞台 感动 周深说不要去浪费每一个舞台 央视中秋晚会探班中 被问到信仰是什么 周深回答说 热爱 而唱歌就是他的热爱 趁着大家愿意听我唱歌 我想抓到每个机会 让大家听到 深深也鼓励自己的歌迷 坚持心中热爱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去追光 但要记住 你们也有一束光在闪烁 请相信一句话 只要你一直唱 我们就会一直听 一直关注着你 你值得大家的喜爱 周深随身带着央视记者送的尺子 太可爱了 周深随身带着央视记者送的尺子 周深 二灯央视中秋晚会 再次遇到了央视记者裴老师 去年他曾收到记者送的尺子书签 一直随身携带并解释 尺子是提醒自己说话 要注意尺寸 书签是提醒自己多读书 这样有分寸的深深你爱了吗 在这个喧哗的娱乐圈之中 像周深这样清醒的人应该不常见吧 舞台上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做人也是如此 央视看人的眼光是很准的 相信他重视周深 一定有他的理由 周深也值得这样的关注 有央视助力 他会越来越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